欢迎收看大人哥玩谷 全球电动车市场爆发性的快速成长当中 拜登更是推动能源政策 要求在2030年之前 新车有一半都必须要是电动车 在减碳的趋势之下 各国威胁利用 要让电动车的普及率达到最高 未来的黄金十年 台厂有哪一些得势股 可以跟着商机来大爆发赚翻倍呢 今天就要请到陈坤仁分析师 带来五档精选个股 抢先布局 在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 请大家先加入大人哥的Lighter跟Teregram 就在我们的荧幕上面 完全都是免费的 可以跟大人哥时时刻刻来交流 各种有关于投资的策略 或者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电动车概念股 电子股都是OK的 非常欢迎您可以加入大人哥的Lighter跟Teregram 每天早上七点还有盘前解析 我们来欢迎的是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四位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陈坤仁分析师带来的主题是 如果未来你终究要开电动车的话 何不现在就顺势买起相关的概念股呢 有请大人哥来帮我们做介绍 好的 因为如果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 我觉得讲这个主题是非常重要的 原因是因为好像这几天 行情去做震荡的时间点 好像车电的相关个股都有回档了 你是说是好买点吗 这就是好买点的地方了 因为其实在回档的过程之中 它的趋势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拉回首稳之后 我觉得是更好的一个进场点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电动车这个市场来说的话 旧趋势面 我认为叫做是威胁加上利用 所以我们先来看 就是所谓的威胁的这一块 这是要求各国的减碳 对不对 没错 所以这个是属于 威胁 威胁面 对 没错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会发现一堆的 那个叫做是禁止 像英国 不能走 对 它说2030年 要禁止燃油车的 这个行车的贩售 然后日本也说2035年 要禁止燃油车的新车的贩售 然后印度 它也说2030年 要禁止新车的贩售 那甚至像是欧洲 欧盟这边 它有规定说 从今年开始 新车的二氧化氮的碳排放量 不得超过一公里有95克 那所以这看起来还蛮抽象的 可是如果我们看到 像2025跟2030年的话 会变成说从95变成81 81再变成是48 那也就是表示说 这个碳的排放的这个数量来说的话 是要减半来去做排放的 是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全球的主要的国家 都把这个宣布禁售燃油车的 这件事情 落在差不多2025到2035年的 这一段时间 对 那这个是现在目前 非常确定的一个方向 然后如果车厂 不配合转型的话 很抱歉 你以后没订单 很抱歉 你以后没营收 很抱歉 你获利就是会衰退 还有很抱歉 因为你以后的税要加很多 没错 所以在这个状况来说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全球的各大的车厂 他们就只好配合演出 应该是说趋势使然 他们就必须要配合着 像是一些电动车的产线 都要去做扩增 那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全球的九大车厂 都有这样一个明显的 这样一个趋势现象发生 所以这个是就所谓的 威胁的部分 从国家的政策来说 要求你一定要配合这样来做 所以这是一个目前减碳趋势来 这是全世界的趋势 是的 对 不只是发生在亚洲 欧洲 美国 统统都是一样 那这是危险面 下一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利诱面了 好 因为其实就利诱来说的话 不只是现在 因为其实早在 大概最近这两三年来 在购买电动车的地方 已经有所谓的补助了 那这个补助其实一直都有 甚或是之后的话 经济建计计划 这个补助又会更加更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状况 因为其实包括了 像国际人员总署 来有一个预估数 就是从今年应该说去年的 去年的电动车的销量 已经有到300万辆了 那比2019年的这个成长幅度 有到41% 很多耶 没错 这创下历史新高 那这个其实在补助的状况之下 来说的话 是有这样的销量的 甚或是在未来的这十年 很有机会成长到 1.45亿辆的这样子一个水准 是全世界可以看到的电动车的这个数量 那如果这从IHS 这个很出名的饲料公司 它来预估来说的话 其实从2025年的整个销量来说的话 就可以达到1500万辆了 然后甚至到2030年的时候 伸动率可以到30% 那欧盟刚刚看到了 我们它其实是已经定了 非常非常严格的排放的标准 是一定要朝向这个电动化的方向去 提了心 它就是要电动化 没错 然后我们如果看到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其实美国总统拜登 他有那个就是跟几家大厂的车厂 来去做一起做签约这样的仪式 那他说2030年的电动车的销量 要占50% 那这个数字呢 其实我很老实讲 因为这个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 真的啊 没错 因为全球的大厂目前的规划的速度 已经是在这边了 所以那有点像是宣示意义 就是说我要这样做 全球大厂配合我一起这样做 那大家一起来 演出这样很漂亮的这个演出 然后当然那个 我们刚刚说的 有威胁也有利用嘛 所以像拜登的话 他有新基建计划 那他就要补助1740亿 然后来补助整个电动车的产业 大人哥我快速问一下 所以这个补助是补助电动车产业 补助车厂 还是补助个人购买也会有呢 好 这个主要的话 最大快是补助在消费者上面 那好耶 那好耶 但这个是美国人还有 美国人 对对对 不过其实全球各国都有啦 对对对 慢慢等未来的趋势 我记得台湾应该也有 也有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都会有 那个相关补助消费者的这部分 所以这是在利用的部分 可以看得到的 蛮强大的补助的计划 好 那在威胁跟利用确立之下呢 我们来看到下一页 是大人哥来帮我们做了一个整理 好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刚刚RHS的市调机构 所估计出来的数量 所以包括了从去年大概300万辆的这个水准 可以看得到这个数字来说的话 其实从2025年就可以到1500万辆 单年度就可以销售1500万辆这样的水准 然后甚至到2030年的这个时间点来说的时候 一年度就可以销售3000万辆的这个电动车 那如果就现在目前是目前这个整个市场上面车市来说的话 其实每年大概在8000万辆左右 对 那如果从8000然后到3000万的话 其实接近有差不多接近四成到五成左右 都会是电动车的这个销量 所以就威胁跟利诱来说的时候 电动车的趋势会更加的明确 那左上角那一块来说的话 大家可以留意到是说 那个原本蓝色那一块是中国大陆的 那个整个销量的这个比重 然后可是在未来的几年之后 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有那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的销量会增加 但是呢其实在欧洲 甚至像美国那块来说的话 销量的增加的速度又更加来的快速一些 因为中间占最大幅度的那个橘色的是欧洲 那是欧洲 对 因为欧洲有非常非常严格 这样子一个相关的措施 所以让他们的电动车的销量 更加来的更大 所以就整个电动车的 市占的比重来说的时候 欧洲会是最大一块的成长的幅度 那当全世界都在力推电动车的时候 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呢 台湾能够切入角度吗 这要请大人哥来帮我们说了 好 因为其实早在过去几年之前 特斯拉原本在发展它的电动车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其实 特斯拉早上的第一个不是中国大陆 而是台湾台厂 因为台厂有很重要的是 它可以配合客制化 然后它可以从小量开始 帮他们去做一些样板 去做一些那个市场 甚至它可以有一些技术领先 我们台厂真的技术非常棒的 那之后如果等到所谓的量产的时候 台厂也可以配合量产 所以有非常大的弹性 跟非常高的技术 所以在过去 完全符合我们台湾人的个性 真的 勤俭职家那个 配合度高 什么都愿意做 对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时间点不只是特斯拉了 这时间点叫做是全球的大厂 都在做电动车了 所以包含像是功率半导体 我们来看像传统的部分来说的话 传统的车用的功率半导体 大概就只有在启动跟停止 跟一些相关安全领域 大概就只有差不多占20%左右而已 那所以如果那时间点来说的时候 因为如果有就所谓的半导体的车子上面的一些 整车的那个价值来说的话 大概是350美元 其实不多 那如果功率元件的话 大概就70美元左右 这其实赚得很少很少很少 可是如果就电动车来说的时候 其实电动车包含像是电力的模组 像是一些电动的设备 甚至像功率元件 它都非常非常需要一些半导体 跟功率半导体 所以如果以电动车来说的话 它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效量的增加 之外它还需要半导体的增加 还有功率半导体的用量增加 那就是我们台湾这一棒的场项啦 是啊 没错 我们是半导体王国耶 没错 没错 所以如果以那个纯电动车的 一台车的这个那个电动车的半导体的价值 大概750美元左右 那其实功率半导体大概就是有大概400多块美元 所以从70变成400多 那我们就看到是几乎是整个传统车的6倍的水准 也就是台厂可以多赚6倍的意思 多赚6倍 就是从那个车子这边赚的更多了 然后这个半导体的部分的话也赚更多了 所以它等于是有加跌的这样的效果跌上去 所以这是台厂的机会 那另外的话呢 因为其实如果就所谓的充电线 或者像是一些相关的硬体零组件这一块 那这一块的话是那个红硕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那个 就是会跟他介绍的一档个股 那其实红硕它目前是做连接线的 甚或是我们看到目前台厂有一些像电动装 连接线一些相关的厂商 那如果切入到所谓的电动车的时候 它的一个销量甚至它的毛利就会来得更高 比如说传统的连接线 它大概只要那个能够扭动 摇摆测试大概3000次就可以了 它只要能够撑得过去 保固一年没事就没事了 可是如果就电动车来说的时候 它是一个高压高速 甚至它必须要有一个很强而有力 甚至比较属于高频的这样一个测试的 所以它必须要测试 幅度有到3万次的这样一个水准 然后甚至它那个线材 也要能够去环区那种去凹折 所以一条线可以卖你2000块 从200块的线变成是2000块的线 这个毛利这样的水准是往上攀升的 但只有台湾做得到的话 台湾就可以赚得到这样的钱 没错 因为其实台厂它其实做得到 而且做到这样的水准 做到这样的品质 是可以跟国际大厂去做并驾齐驱的 水准更高 然后那个价格又更低 这真的是台厂的这个勤俭持家 跟技术领先的这个出处的机会了 好 当然跟我只要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好了 在这一面当中 你所提到的台厂的优势 应该是不只for特斯拉而已 对不对 没错 因为全世界不要想说电动车就等于特斯拉 没错 很多其他车厂 你刚刚讲的九大车厂 全球九大车厂 都在发展电动车 冰市 B&W 加工 你能想到的那个通用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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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都 都在做啊 那我们台湾都吃得到他们的单子吗 完全吃得到 完全吃得到 就是完全吃得到的 都有办法的 没错 所以在这个市场上面是够大的 那够大的话 其实台厂的这块技术 是完全可以做切入的 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大人哥要分享给大家的个股了 首先呢是蓬城一泉康普新唐以及红色 要一桶一桶来帮大家来做介绍了 好的 好 首先呢现在看到第一档是 蓬城万里的蓬城 是啊 因为其实我们 我们在介绍这个电动车的 这个族群来说的时候啊 其实我这一次的介绍 刻意避免了基本面 我先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提醒 因为如果就这个时间点 你如果看基本面的话 你会买不太下去 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时间点来说 因为他们的获利都会是明年甚至后年 才会比较明确展现的 因为电动车这个是趋势 那趋势你难免会有一些 比较属于高评价 高本益比的状况发生 那不过他们至少都是 基本面是很OK的 公司营运是很OK的 所以我把它挑出来 但是要先跟大家做一个 相向的提醒 那因为其实蓬城 它是全球最大的整流二继体的供应商 然后它的母公司 它的大股东 是中美金 哎呦 厉害 是 那因为中美金集团 支援它的金元的产能 所以它的业绩是逐渐成长的 甚至它有一些开发新品 比方说像48伏特的 MOSFIT模组 那有一些新的相关的模组 都会在下半年 甚至是明年 持续来去做量产跟开出来 那会让它的获利 持续成长之外呢 它的毛利率也可以 因为有这些新品的这个产出 所以让它的毛利率 可能能够更加提升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现行 因为其实从前高265块 然后拉回到最近的210块附近 它其实有一个拉回的过程了 对 所以为什么要说 其实在这段回档的时间点 来说的时候 反而是更好去做一个切入的地方 天啊 道仁哥它很夸张 它五月中的时候才96块而已 对 然后到七月中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265块 它其实算涨得蛮快的 现在回档休息也只不过是个刚好而已吧 是啊 没错 因为如果是在前一波的时候啊 其实几乎都是因为资金的行情 让它一波到底的这样一个行情 那我记得我们上一次 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集档很重要的车用的相关的 那个IC设计啊 半导体相关的族群 那这时间点来说的话 再次跟大家来做分享 就是因为这些的族群 都有一个修正了 那修正完毕之后 它们的趋势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 再次跟大家来做相关的分享 好 回档就是好买点 在趋势成长的状况之下 对 在趋势成长的状况之下 好 下一档我们要看到的是一拳超人 好 一拳的部分来说的话 因为如果大家那个心目中的一拳 它是属于那种就是那个LED产业 那那个产应该是很惨的产 为什么 因为LED之前在过去几年的时候 受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就是 用低价的方式去做那个侵蚀 所以造成他们曾经有一些 比较属于那个很惨的 这样子一个获利 甚至都转赢为亏的 这样子一个历史 可是呢这个时间点 我们看到是LED市况改善了 因为产业结构都调整过后了 所以在传统来说的话 其实一拳的LED导线价 是出货明显的成长的 那这一块的话是它传统的部分 那新的部分的话包含的是AMD 像是Apple它新客户有进入到拉货 所以它这一块的话是 那个新的部分 也有明显的成长 那另外的话它切入到车用 因为他们都在转型 他们都希望能够 让这个车用的部分 因为它本来就有导线架的技术 所以让这个车用的导线架 均热片啦 这些相关的都可以提供它 后续的新产品的成长的动能 优化产品的结构 那在这样的状况来说的时候 可以让它后续的一个 获利来说会更加的稳定 因为它就有三块了 那三块都能够均衡发展的话 对于它后续的一个成长动能 是OK的 OK 这是疫情的部分 上一个我们看到的是COMPU 就是电动车最重要的电池 思维很棒 就是因为这个电池材料的技术 真的是目前车子上面 用的成本最贵的一块了 那因为COMPU 不然你以为鸿海在买什么 鸿海在买电池 没错 没错 因为其实鸿海也需要 整个车的技术 车电的话 是它最需要的一块的拼图 好 那COMPU的部分来说的话 因为其实它的 那个电池的材料的订单的能见度 可以到明年 因为它供应半导体材料的 一个产能的话 也会在下半年开出 所以包含了它的电动车的电池 还有半导体材料的电池 那这两块都会是它明年的 成长的强劲动能 所以它其实是一档双引擎的COMPU 所以如果看它股价表现来说的话 它其实也在七月份那一块 已经大涨了一段了 然后它也在那个七月底的时候 去做一个回档修正 那我觉得回档修正之后 这些趋势很明确的个股 都会带来它们之后 就是拉回手稳 然后趋势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买点 好 而且它都在月线附近了耶 是啊 它可以手稳在月线附近 算是蛮强势的整理的 好 这是COMPU 下一档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投信的最爱 新唐 投信的爱人 真的是这样子 而且买很多天 没错 都一直买 一直买 几乎是这样子的 因为其实新唐它的状况很特别 因为它去年并购了Panasonic半导体厂 日本的那一块 那原本大家在想说 那个它并了心肠 然后一定要需要 蛮长一段时间去做整并 去做调整 调结构之类的 因为但没想到 竟然它因为并购了日本的Panasonic半导体厂 让它去切入到欧洲 跟日本车厂的供应链 是 有点像是因货得福 或者是说 加速它的一个整并的结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因为新唐 它有这样子一个 切入到车厂这样的速度 甚或是说 因为它拿到Panasonic半导体厂 它也有这个IC设计的 这个产能的优势 那这个时间点 有产能 真的是最棒的一件事情了 我们制作人常讲的 得产能者得天下 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时间点 真的是一个缺料的旺季 那如果下半年 谁有产能 谁就是会是一个 下半年的最大的赢家 那如果以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 新唐也就如刚刚思维所说的 真的是投信 一直买 一直买 而且它不管跌或涨 它都一直买 几乎是这样子的 你就看一下 我发现投信真的对它忠贞不二 没错 如果投信有兴趣的话 可以留意一下 新唐这个投信的买潮 大家最近跌很多 不过其实在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因为新唐真的 暂住了一个 叫做是趋势成长的角度 它拿到车用了门票了 然后它又拿到产能了 然后投信也关爱它了 所以后续的成长动能 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红色 好 红色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的 连接线的这个大厂 因为其实原本的红色 它只是做HDMI 就是一般我们那个 看到电视那个HDMI的连接线 对 可是它扎扎实实的 拿到了特斯拉的 连接线的供应链的这个大单 然后另外的话呢 它有接触到游戏机 任天堂的Switch 那Switch准备要去做改版了 所以它拿到了车用 拿到了游戏机 几乎是拿到了 后续稳定的成长的动能 那因为红色 它有在越南跟湖北去做 新厂的扩厂的扩建 那它的营收的成长动能 会因为特斯拉 还有游戏机 还有它的新厂的开出来 让它的营收的成长动能 更加的明确 所以为什么要选 红色的主要原因 就是在这边 可以凹三千次的红色 三万次 三万次 三万次的红色 好 当然跟我们最后 帮我们做一个 简单的小结好不好 就是呢 在这五档的个股当中呢 您给我们一个 最后的结论跟看法 好 因为其实如果 其实我是想说 你优先看好谁了 好 因为其实 如果真的要看好的话 我可以选两档 就是3092的红色 因为它真的是 拿到特斯拉的大单 然后它的7月份营收 8月份营收 跟9月份营收 我们目前估计来说的话 都是用跳跃式的 去做成长的 所以这个是 大家可以留意的方向 这会比较立即 有看到营收获利 可以进来的 立即 我听到了 立即 对 那另外的话 第一档的蓬城 因为蓬城的大股东 是中美金 对 因为真的如果有这种 付爸爸付妈妈的话 会是一个公司 成长很重要的来源 所以我选了这两档个股 分享给大家 好 以上呢 这五档的个股 分享给大家了 未来一定要开电动车 何不现在就先买电动车的概念股 以上是陈昆仁分析师的分享 我们也谢谢大人哥 谢谢 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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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